哈囉 立喆今天帶大家來到的首映會現場 就是李安的 比利林安的中場戰士 台灣之光當然亞洲的首場首映會 就要舉辦在自己的故鄉囉 所以今天我們所在的地點就是在台北車站前面 而且台北之後呢 他也會來到他成長的另外一個故鄉 台南舉辦他亞洲的第二場首映會 不過說到這第一次的經驗呢 其實男主角喬歐文他也是第一次來到亞洲 更是第一次踏上紅地毯 因為這是他人生的第一部作品 我們來聽聽他的第一次經驗感覺如何 我知道這是你的第一次旅遊在亞洲 對 你喜歡台灣嗎? 你試過什麼嗎? 我剛才到來這裡 但我明天會有些時間 然後Mason會給我拍攝 所以希望我能夠看到這個地方 還有一點點 但恩利 他跟您說過台灣嗎? 我認識他 他在家鄉 他很羨慕 所以他跟他來這裡是很特別的 謝謝 哈囉 又見到了 對啊 其實你已經不是第一次回到台灣走紅毯了 對 這應該是第三次吧 第三次喔 對 算是蠻新鮮 還是很新鮮的 你今天等於是帶了一個菜鳥 因為在這個軍中啊 對 我們就是講說 第一次當兵的叫菜鳥 你已經算是老鳥了 你有沒有教他一些事情 比如說來台灣 或者是我們這個台灣的風俗明星 有沒有跟他coach一下 其實我已經不需要幫他 雖然他是沒有經驗 但是他已經很成熟 對很難幹的一個年輕人 對 希望看到你們更多更多很棒的表現 謝謝 謝謝 哈囉 其實我剛剛在專訪的時候 還有一個問題我覺得蠻重要的 就是 因為我知道你每一次在拍戲的時候 都會很掙扎 曾經都會想要放棄 這部片不知道你有沒有同樣的心情 一天三次啦 一天三次想要放棄 為什麼 因為常常心裡沒有準頭 一個新的東西 不曉得拍出來會怎麼樣 不只是他的形式心 其實媒體是一個新的東西 所以感覺 心裡七上八下很搞不定這樣 然後看到大家也很辛苦 就是這樣 不過還是要做出來 還是硬著頭皮要做出來這樣 所以讓你繼續下去的動力 當你想要放棄時你怎麼告訴你 我們拍電影一開始以後都停不下來 是電影在運轉 有時候 有時候不是個人的決定 好像有個大我在那邊 那你會休息多久以後再繼續下去嗎 不曉得 我休息的時候 我不太會休息 不太會休息 那導演加油 謝謝 謝樂 好的謝謝